我們開場先請黃英明跟我們分享這一年 如果解釀我們當它是一個行為藝術 我們當它是你的生活的態度 或者透過你的網站、透過媒體 其實透過很多不同的渠道 你是和很多人去作一些對話 或者你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件事 這一年跟著會否延續 你的經驗又怎樣 藝術對你來說是一個什麼的媒介 隨便談談 韓永峰講的本書很有看到 有些衝擊就是革命章志的本書 因為他講到其中一些關於綠色的資本主義 其實都給我幾大衝擊 因為這一年不去光顫地下 除了反地上敗權 對我來說更加重要是找到一個更好生活的行為 而裡面牽涉到很重要的是思考什麼是更好生活 亦都回避不到 就是會問綠色生活 或者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是怎樣的 那本書裡面 就講一個觀念給我幾大衝擊 他就覺得現在綠色生活其實都是資本家的遊戲 其實是延續著資本主義 在1992殘寸的生命繼續可以玩下去的一個形式 那這件事令我思考很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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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自己一年不光顫你的印象行動 其實... 現在都一年多了 一年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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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没什么 无恐不入的 无恐不入的程度是 我现在最近的观念 不单是物质的世界无恐不入 不单是物质 也在实验里面 就发现是空间的无恐不入 你去哪一个地方 其实都直接和意识不太多是在控制着 前一个星期一件事 都是一个挺好的反应 我就去这附近 有一个屋苑新落成的 就是营品什么什么的 有个人送一个微波罗给 我因为他不要 我就好 去吧 去拿 在楼下等 我已经不进去了 因为我这一年里面 太多这些空间的冲突 和这些地产商 或者这种保安文化的冲突 我已经不进去了 但免得又扯火了 明明我按了那个按针 是connect了你的住客 他开门让我进去 都还要运很多东西等等 这些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要不然你要问那么多东西 你就没有这个制度 为什么就是这样呢 我已经在外面等了 好 他有个花园 我坐在那里 有一些石灯 我坐在那里 然后呢 我看到他出来 我说不是啊 我已经不进去了 还有坐在你的花园 你都出来要赶我 那我已经很痛苦的感觉 那我已经很痛苦的感觉 然后他说 先生这边不能坐的 我说为什么不能坐的呢 我说为什么不能坐的呢 就是你有个石灯 这边不能坐的 那边有些梳化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距离 你出来就是想我走一米 过去那里坐 就说OK 那我就说 我不会坐下去了 你叫Secure 拉我走 我等一分钟 那朋友就来 那我就走了 如果你都是要这样教 你还是叫Secure 我觉得那种空间的管理 真是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全部都是要去追溯的 都跟地产商在推广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会推广这种生活方式 你对他来说的利益在哪里 对他来说 哇利益不太大了 就是首先 他是全盘去管理了奥远 于是其实牵涉到 就是里面甚至有哪些店铺 可以进去开档 那个权都被他拿起来 其实全香港的奥远都是这样 就是有个街坊 曾经跟我说 也不是街坊 有某屋苑的住客跟他说 其实我们十几栋 想有一间pizza的餐厅在我们的屋苑 但他说全体反应很久都不行了 其实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间pizza店 是给不到最低的入场费 因为那个屋苑可以进去做生意 所以就算全部人要求都不行了 这种管理的文化其实牵涉到很多利益 所以我认为无孔不入的除了是你任何时候都要光顺他 这种文化引伸到任何空间都有他的模型之手 再加上就是我认为一种意识形态 最惨的就是已经再落到我们的个体 就是个身体里面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延续着他的这种控制 就是在人常生活里面 就是我平时很拉杂地说 但是你也说到身体 其实我们身体没有哪一部分 不是比现在的消费文化是统领着的 是的 所以例如我前几年 年初四万 因为我知道年初没有人发起 不是说要地铁吃东西 就是因为被禁止 那我就很客观留一句说话 我就说我去的地方不算多 就是住过一个月以上的地方不算多 但是也十几个 但是我从来 就是见过很多人在地铁吃东西 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去阻止别人吃东西 然后就哇 这样很多关于干净的讨论 关于规则的那些讨论 然后我就立刻很害怕 很害怕 第三样东西 就是这种的管制 已经落到每一个人的个体 就是在维持着他们想我们的一种规范 是很恐怖的 但你知不知道那种恐怖是 我们今天很多年轻的 因为在这种体制成长 在这种教育环境成长 他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觉得自豪 他有守规矩 觉得自豪 但他后面没有看到道理 很大件事 所以当我很诚恳去拆开事情来谈 比如说 也很守规矩的日本 如果有人在地铁里说 他们会怎么办的呢 又或者吃雪糕薯条 是一件事 吃包住的面包 跌都是跌回袋 又怎样呢 等等拆开去讨论的时候 大家是不會和你拆開討論 都是很快發去 跪下跪下 乾淨乾淨 很快就 其實真的很無意思 很慘 我覺得這種的那種鉗制 當你說到這種很慘和這種鉗制 好像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 但反過來 我又覺得看到 我最近看到有一小撮年輕的 甚至是九十後 八十後的那些年代 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開始自己自省的空間 即是覺得我們原來自小就透過一個考試制度 其實已經confirmed to EF 你剛才所說的的鉗制 不敢說不定 如果你說不定的話 你不能上海 你又不讀大學 但正正現在就有一班人 我碰到的是無讀大學 但他們對社會 對各方面的意識 其實比不少的大學生更加精彩 對 無讀大學 對 更加精彩 我們今天就說對這些概念 慢慢地露入了自己整個身體和意識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 是否真的無在意 可能你如果無縱 你不會堅持去用一年時間去走這條路 但總有一些得著 在這一年裏面 有 有得著 很得著 我想是重新去 有太多了 太多層面 其中一個層面就是 當你要透過踩單車去 在這個城市裏面穿梭 那你就會去 真的去想回 其實我需要不需要移動呢 有時你很無謂地 今天放假太方便了 天水圍都衝出旺角或者旺角去石柱 我在想其實我需要移動呢 於是在新年 其實我有四天沒有移動過火灘 在火灘那邊 沒有離開過其他地方 因為你真的想 哇大哥 不是… 即是不開玩笑的移動其實 其實這個思考其實已經很正了 對我來說 另外電力 電力其實也沒有辦法不用電力 雖然地產商是 但是… 又是了 平時很就手 即是洗衣服吸塵那些 那這一年就會… 真是… 要想一想一下 我不去用電的時候 我就自己去洗衣服 譬如自己的衣服 應該… 穿什麼衣服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 譬如夏天的時候 我會不會… 經常都要臨寒 那我應該穿什麼衣服 就是… 自己洗是最… 輕鬆 還有是… 最… 最好的 是的 那另外就是… 在家裡怎樣去… 處理譬如這些髒的事的時候 就是… 以前可能會吸塵 那現在是怎樣呢 那這就令我重新去想一下 其實我怎樣去… 生活… 記不記得一件事呢 即是當要這麼勞動的時候 你就會重新再想回 以前的那種… 生活方式是… 再思考 我剛剛都… 這幾天都在看現在 一年不用錢的故事 其實他的思考都跟我很相似 在這裡 因為他就做這麼極端的… 一個英國人 在2008、2009年的時候 就不用錢去過一年 那他就更加… 要思考得更深的這個問題 那他就… 那他就… 講到說… 當… 他… 譬如食物… 食物是要去野外那裡採摘的時候 那他就重新… 去… 去… 去想回很多… 生活裡面的食物這個需要的問題 那我…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得像 就是… 如果要講一個的話 我 bun sea呢… 我… 這麼會的… 不… 我要哀 Ci三形 甚麼呢… 谢谢大家